糖友可不可以喝咖啡? 很多人觉得,这可能不应该是个问题 只要咖啡里不加糖,随便喝 有一种把黑咖啡、椰子油、草食黄油搅拌在一起的防弹咖啡 专门是为生酮饮食的人群配置的 而生酮饮食又是逆转糖尿病的良方 如果咖啡对糖尿病有不好的影响 那这个好莱坞明星都追捧的神器 岂不成了笑话吗? 先别急下结论 网上还真有人说糖友最好不要喝咖啡的 理由是咖啡可能让交感神经兴奋 导致深糖激素分泌增加 然后就是血糖升高 你可能说这个逻辑站不住脚 交感神经兴奋 深糖激素就会增加分泌吗? 有没有医学理论支撑呢? 好吧 医学理论支撑我还真没有 但是有实验数据 2011年 加拿大学者Baudon等人招募了十位健康的年轻男性 先是请他们喝下一杯特调饮品 就是棕榈油 大豆油用微波炉加热后 与温水乳化剂 还有甜味剂阿斯巴甜混合 四个小时后 他们被分为两组 一组喝下不含糖的咖啡 另一组喝水 然后接受口服葡萄糖耐受试验 结果怎么样呢? 喝咖啡的人血糖升得较高 胰岛素分泌量也比较多 他们的胰岛素敏感度变差了 也就是说产生了胰岛素抵抗 他们的身体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才能够达到储存养分 维持血糖稳定的任务 这不是单一个案 还有人使用更精确的测量工具发现 静脉注射咖啡因 可以降低胰岛素敏感度 达15%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确定 咖啡对糖油会产生有害影响 如果是这样 那就错了 2002年的《纽约刀》期刊上 发表了一篇 对17111位荷兰人的研究报告 他们用问卷的形式 调查人们的生活习惯 包括一天喝几杯咖啡 统计结果发现 每天喝大于7杯咖啡的人 产生糖尿病的风险 是每天喝少于两杯者的一半左右 这也不是单一个案 综合另外9篇 一共19万人参与的 观察性研究结果显示 一天7杯以上咖啡 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 达35% 矛盾了是吗 首先声明我讲这么多 并不是希望证明我知道的多 或者让观众有不可知论的感觉 而是想说 一篇文献 一则研究 都是一小片拼图 就像盲人摸像一样 不足以呈现事实的全部 正如科学文献中 结论段落 常常都会写 关于这个理点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来证实 这个世界上 常常会发生 因为管中溃爆 而出现的疑点 又因为有些人 需要炒作这些疑点 以至于让人变得无所适从 但是真相永远是真相 而且只能是一个 比如 上面这个关于咖啡和血糖的争论 2012年 日本的ONAKA等人 发表了一篇 长期临床试验的结果 算是揭开了谜底 ONAKA招募了49位中年男性 实验主喝咖啡 对照主不喝咖啡 实验进行到8周与16周时 受试者分别进行 两次口服葡萄糖加胰岛素测试 结果出炉 喝咖啡的男性口服葡萄糖试验成绩 明显较研究开始时改善 不喝咖啡的则没有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在16周中 咖啡组的胰岛素敏感度提升了 结论就是 以分钟小时为单位观察身体的变化 可以周月年观察得到的结论 也就是短期和长期 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回头来说低碳饮食 有人说我低碳饮食没有效果 有人说我低碳饮食食欲不振 精神头不好 还有人说我便秘了 可能您的方法不对 就算方法对了 这些症状又持续了多少天呢 如果很快就过去了 正如咖啡对胰岛素的影响 短期与长期明显不同 真理永远只有一个 低碳饮食是健康的饮食模式 是能够控制血糖的饮食模式 这个已经得到了确认 如果在实验中有什么疑点 那么请坚持一下 让子弹飞一会儿 何况很多副作用都是很容易处理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收藏和转发 更多精彩 咱们下期再见